参观乐高乐园展示中心 体验飞移文化 到访中法农业科技园 4月27号下午 跟随由成都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梅山市外事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外国领团陈德梅兹同城行走进梅山专场活动 以色列 巴基斯坦 奥地利 新加坡等15家驻荣驻与领事机构的领事官员等走进了四川省梅山市 了解当地的发展规划和成效 探寻合作机会 位于天府新区梅山片区的中法农业科技园 除了发展现代农业 还打造了一个法式生活的特色重振 领事官员们行走在法式风情的商业街上 道路两旁的商店售卖的创意产品 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亦争的发展计划和食物品 和荣苗 所以它似乎是已经发展计很多的东西的发展计划 所以这种意见到发展计划的产品 产品公司 这种意见到发展计划的发展计划得更多的发展计划 参观通威太阳能梅山公司时 智能化自动化的生产车间 让奥地利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马丁印象深刻 参观完车间后 马丁主动了解其企业在海外市场拓展情况和合作需求 我认为了解其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和全球的世界 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里的目标 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了解其企业的目标 我认为了解其企业的参观 再次参观了解其企业的参观 在实地参观了梅山多个项目 了解梅山片区规划建设和发展情况后 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馆副总领事何海波表示 以色列关注到中国十四五规划中 对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布局 期望就生态环保农业医疗等多个领域 深化与中国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There's a lot of projects that we can tap into this program but I will sa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us and I think also for the Chinese side is healthcare is agriculture in healthcare and agriculture we can provide many programs and many Israeli know-how and technologies that can mesh and join with Chinese projects that can help and tap into this program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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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